各位同学好 今天我们要上营养学 这个部分我们要进入 维护健康肠道的一个主题 今天的主题就是维护健康肠道 好,那我们的教学大纲 就是要介绍维护健康肠道 另外要介绍调节免疫力的健康食品 还有减压的一个养生保健的方法 那教学目标就会让我们认识 并了解维护健康肠道 并且知道调节免疫力的一些健康食物啊 这些而且会了解减少压力的养生保健方法 那所谓的维护健康肠道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一般的人们要追求健康长寿 首先就要顾好自己的身体 要强健自己的身体需要有充分的营养 肠道呢就是管理我们这些营养素的吸收啊 消化啦那这些最重要的一个器官 那经过研究报告显示啊 有三分之一的癌症呢 是跟饮食是有密切关系 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注意这些 防癌饮食的摄取来维护个人的健康 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肠道的健康 那一般我们常常会看到 肠道不适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不定时不定量 生活作息不正常 不能定时定量 造成肠道常常在处在那种过度的饥饿啊 或者是吃得过饱啊 使得整个肠道的运作非常的异常 而且可能血糖值的控制呢 也非常不良 造成生理时钟会有错乱的现象 并且不能细嚼慢咽 所以呢食物呢通常会太大块了 不能充分的消化吸收 因为它的表面积 消化的表面积不够 没有没有适当的主角 那这些都是造成肠道物理性的一个伤害 那另外就是中国人最喜欢吃刺激性的食品 因为中国人喜欢吃吃酸喝辣 最喜欢那种这个酸辣汤啊 类似这样子的 或是火锅啊 麻辣火锅啊 这些而且还喜欢热乎乎的这样子吃的 那这个呢就是在中国人的主群中 最常见吃了过冷或者是过烫的食物 所造成肠道的物理伤害 那另外呢 还会造成肠道的不适应症呢 是一种饮食的不卫生 也就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那造成的一个食品中毒现象 那这个食品中毒现象呢 有可能这个食物里面呢 已经被金黄色葡萄球菌 沙门式杆菌 仙人掌杆菌 病原性大肠杆菌 肠炎胡菌 里斯特菌 或者是弯曲杆菌 弯曲杆菌 这些呢 可能都是肠胃道的一个致病菌 那这些致病菌呢 如果污染了我们的食物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不干净的食物 吃进我们身体啊 就很容易造成食品中毒 那这个食品中毒的现象 包括了就是说 致病菌在我们肠道中呢 会因为食物 这个菌呢 继续的生长 而且还会产生毒素 那这个毒素呢 可能会造成我们肠道一些功能的一个异常 那这个功能的异常呢 比如说 这个大量细菌繁殖 在这个肠道内 产生很多的细菌素 使得肠道的疾病产生了 比如说有一些毒素呢 是会让人呕吐的 有些毒素呢 会造成腹泻的 也会造成腹痛的 长脚痛的 还会有这种肠炎的现象 就发炎了 那发炎了 所谓发炎 就是肠道的细菌 长得太多 有那个发炎的现象 那这个叫做食品中毒的一个现象 那至于消化器官 机能的退化 也有可能造成肠道的不适应 那比如说 常常吃的太油腻 吃的太油腻的食品 造成肠道不容易消化食物 比如说 食物吃的太多的高蛋白 或者是高脂肪的一个食品含量太多 那很容易造成肠道的菌相改变 也就是说原来的好菌呢 都长不起来 倒是长了一大堆不好的菌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的饮食 很容易去改变了肠道的一个菌相 而导致呢 有益的菌呢 就不容易存活 有这种事情的 那这种事情 我们称为说 在肠道的菌相改变 那就不利于有益菌的存活 那这个也会造成所谓消化器官的机能退化 另外就是说 吃了太多的药物 造成肠道呢 有益菌 菌相不能生存了 减弱了消化的能力 像年龄老化的结果 也会造成肠道器官的一个机能退化 包括牙齿的脱落 牙齿脱落以后 我们的饮食呢 就不能适当的阻绝 没有办法把物理性的 大块的食物 把它变细 变更小的分子 那么这样消化细胞的表 就是消化食物的表面积呢 就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大 那就很容易很容易因为大块 食物的大块呢 就造成肠道的一个物理性的伤害 那这些包括牙齿的脱落啦 口腔的疾病啊 还有消化酵素的退化 或者是减少 消化液分泌的减少 肠道蠕动的减缓 还有其他的疾病的影响 这些都是减弱食物消化能力的一些因素 那这个不当的卫生习惯呢 常常就是有一些卫生习惯呢 比如说喝水的量太少 或者是喝水的量太多 或者是喝了太多不适当的一些饮料 造成的一些卫生习惯不好 可能也会造成一种 比如说饮水量太少 就很容易造成便秘 或者是饮食的配比 比如说油脂太少 也会造成便秘 那另外呢 就是饮水量太多 或是其他饮料 或是汤汁喝的太多 以至于稀释了肠胃道的消化液 造成消化不良 因为消化液减少 酵素减少 那么就会造成消化不良的现象 那另外还有先天性消化器官的机能障碍 那这个先天性的消化器官机能障碍 最常见的就是先天性的乳糖不耐症 还有先天性的过敏性肠炎 还有肠道切除的一些后移症 或者是肠道切除后产生的器官机能的一个退化症 好 那再来我们还会讲到说 有些过敏源会导致过敏而产生了肠道的一个发炎现象 那包括这个问题呢 有可能是压力过大 最直接影响到肠道的功能异常 那比如说胃酸过多 或者是乳动减缓的乳动的一个肠道的 肠道减缓的乳动 而造成便秘啊 护泻啊 这些现象 那过敏体质呢 是对于食物中所含的过敏源产生的过敏 而使得肠道发炎的现象 比如说对乳糖消化不良 所造成的乳糖不耐症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照照顾肠道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要三餐定时定量 生活作息正常 因为这样的定时定量 可以使得我们的生理的一个时钟 还有生理分泌的一个消化液的一个次序呢 都会比较好 而且我们还要应该要有细嚼慢咽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因为食物经过细嚼慢咽以后 这个表面积消化的表面积就更大 使得这个消化液或者是消化酵素 能够非常充分的跟食物混合 那就是说食物跟这些消化酵素混合的很充分的话 那么消化就会比较完整 那还要避免刺激性的食物 比如说要避免吃的太酸啊 太辣啊 太烫啊 或者是太冷 这些都不好 因为要避免吃的太烫太冷这些食物 造成肠道物理性的伤害 那要注意饮食不卫生呢 就是能够避免食品中毒的现象 那要注意饮食的不卫生 首先就应该要避免食物中毒呢 要避免食品放在危险的温度 因为呢 这个所谓的危险温度呢 就是因为细菌呢 很容易长在这个温度在20度到50度这个中间 因为呢 这个中间最容易让细菌繁殖生长 所以放在这样的温度下呢 最容易使得维生物 包括致病菌的这个细菌都长得很快 那所以呢 食物制造 自备好的食物就应该赶快吃完 要么就是要放在适当的温度保存 像冷的食物 我们就要保存在7度C以下 那热的食物 我们就应该保存在65度C以上 来减少食品中毒的现象 那至于适量的油脂这个部分啊 我们就认为说 不可以吃得太油腻 要避免吃太多的什么牛油 奶油肥肉啊 油煎油炸的食品 应该要吃这种少油 少油脂的食品 比较恰当 因为适量的油脂 尤其只要含有一些必须脂肪酸 像鱼油啊 亚麻油酸啊 适量就很好了 不需要吃得太油腻 那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 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我们的饮食呢 最好就是有优质的饮食组合 所谓的优质饮食组合 就是要采用低油低脂 低胆固醇 低糖低盐 适量的蛋白质 或者是含有高纤维的饮食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优质的饮食组合呢 是很适合 肠道中 一生菌相的繁殖 生长 也就是说 我们要在我们的肠道中 培养这些好的菌 让好的菌呢 长得多好的菌的时候 就可以抑制有害的菌 在肠道中生长 那另外呢 我们还可以增加 个人的免疫力 这样就是利用这种 平常呢 我们就饮食习惯呢 就把这个优质的饮食组合 建立起来 这样就可以增加 个人的免疫力 那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呢 这部分还要特别注意 要避免吃太多的药物 尤其是药物中 含有一些抗生素 因为含有抗生素 很容易把这个肠道的呢 好菌也杀光了 因为抗生素 它是 比如说 它是针对细菌 杀死细菌的 那么 肠道中有益菌呢 也会被它杀死 那必要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吃一些 优肉乳啊 优格啊 泡菜啊 酸菜啊 以及纳豆啊 这些 含有乳酸菌啊 或者是纳豆菌 这一些 因为这些菌呢 就是可以在肠道中呢 形成一个有益的 这个菌相 那这些 肠道有益菌的食品呢 我们就应该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吃一点这种菌 让我们的身体呢 能够有建立好 肠道呢 有一些有益菌 那另外建立好 良好的卫生习惯部分呢 要照顾好消化器官的机能 比如说早上往晚上都应该要刷牙 饭后要漱口 而且常常用牙线 把这个牙缝内一些 细碎的扎值剔除 也就是要做好牙齿的保健 那在饮水的部分呢 就是适量的饮水 就是每天呢 就八大杯水 这样是比较适量 而且呢 要多吃蔬菜水果 每天至少吃 吃30克以上的膳食纤维 那因为膳食纤维呢 就可以帮助我们排便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 天天有这个可以排便 那就可以避免有便秘的现象 而且要避免吃过期发酶 或者是不当发酵的食品 因为过期的食品 很容易造成氧化的现象 可能会造成食品中毒的一个现象 不当发酵的食品 可能还会有一些有害菌 那这些有害菌 也就是说当在发酵的过程中 可能呢 掺杂了一些有害菌 也会一起成长 那这些有害菌呢 是对我们身体 是不利我们身体的 那在发酵产物里面呢 可能还会包括其他 不利我们身体的二级代谢物 像黄麴毒素啦 这些就叫做二级代谢物 那这些呢 就是对我们身体 是有毒害的物质 那这个就有可能在发酵发霉的 或者是过期的食品 很容易有这些有毒物质 那另外呢 我们应该要做好情绪的管理 减少压力的产生 应该要利用多多的运动啊 或者就是应该建立好 良好运动的习惯 要听听音乐啊 或者是如果有什么苦闷的心情的时候呢 就要找到适当的情愫的方法 这样呢就可以疏解压力 那饮食呢 多样化的一个饮食习惯的一个建立呢 对我们身体是比较好的 那对于过敏体质 我们就应该要建议说 应该要从小就要建立多样化的饮食习惯 这样可以减少对食物中所含的一些 过敏源的过敏而产生的一个肠炎 因为从小如果就是以多样性的饮食习惯 那么就是熟悉了很多的食物 那比较不会造成对某些食物有过敏的现象 那另外呢 像先天性乳糖不耐症 或者是后天成人以后造成的乳糖不耐症 这些我们都可以用优弱乳来替代乳品 这样子呢 就可以把这个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呢 减小 另外我们应该要建立从小养成喝奶的习惯 维持肠道中的乳糖酵素的量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那多运动的这个部分啊 就是说我们平时呢 就要建立我们一个很好的饮食习惯啊 比如说就是要少量多餐 细嚼慢咽 避免刺激性的食品之外呢 我们应该要还要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就是比如说要饭前洗手 饭后漱口这些 那这些呢都是有帮助于消化器官机能的一个健全 那另外呢 多运动可以增加我们的腹肌 也可以增加护肌的强力 以后呢就可以增加肠道的蠕动 那每个人呢都应该要有多运动啊 比如说慢跑啊 散步啊 仰卧起坐啊 游泳啊 仰卧抬腿运动啊 舞蹈啊 伸展操啊 这些运动都可以增加我们的腹肌的一个强健 那腹肌强健就可以避免我们的那个 肠道蠕动不足而造成的一个便秘现象 这个是一般人呢会忽略的一个事情哦 因为腹肌如果不够强健的话 那个肚子呢就会松垮垮的就会大腹扁扁的那个 然后呢也很容易造成便秘的现象 因为肠道就是松垮垮的 好 那温和性的食品是常用于肠胃不适的人使用 也就是一般肠胃到不适应的 比如说有肠炎的人呢 最好呢能够选择温和性的食品 那所谓的温和性食品呢 就是像牛奶啊 豆浆啊 豆腐啊 豆花 还有蒸蛋 蒸鱼 去了皮 去了筋的一个肉类 或者是麦片粥 燕麦粥 蕎麦 肉末稀饭 肉末细粉 面条 或其他面食 山药 南瓜 马铃薯 地瓜 香蕉 还有木瓜 番茄 苹果 等等 这些食物啊 都称为温和性的食物 调解免疫力的健康食品 也就是说 为了增强我们个人的免疫力 我们呢 除了要建立好这个 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外呢 就是应该要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之外 还要健全我们人体的表皮啊 粘膜细胞啊 还有维护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的一个抗菌能力啊 而且还要减少接触病菌的量 促进表皮还有粘膜细胞的健康 就要多摄取这些调解免疫力的健康食品 来确保身体有足够的热量跟营养素 就是要摄取均衡的饮食 因为摄取均衡的饮食就能够确保身体有足够的热量跟营养素 再来就是要注意蛋白质以及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那还有抗氧化剂的这样的一些营养素的摄取 所以呢 这些食物呢 都是可以增加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食品 那其中呢 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 Omega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因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是细胞膜主要的成分之一 尤其是Omega3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促进免疫细胞 并且形成所谓的干扰素这些的功能 也能够延长四菌细胞以及淋巴细胞的寿命 也就是可以强化免疫细胞 增强免疫力的能力 那平常呢 我们就应该要服用这些自然形成的 所谓的α的一个维生素 那维生素呢 像维生素A啊 还有β胡萝卜素啊 还有一般深色的植物 都含有很丰富的β胡萝卜素 比如说胡萝卜 番茄 木瓜 青椒 甜椒 花椰菜 还有地瓜 那维生素E呢 是有两种形式 比如说有α的维生素E 还有所谓的DL的维生素E 那α的维生素E是一种生物活性的维生素 那自然形式的维生素E呢 是很容易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因为维生素E是自然形成的 α的维生素E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呢 最好在服用这种自然形成的维生素E 比较容易我们身体所利用 所吸收利用 那维生素E通常这个α型的呢 就是含在胚芽 酵母 核果类含量比较丰富 那这个 另外这个DL的这个维生素E呢 是属于化学合成的一个形式 那对于一般人呢 每天至少应该吃600毫克的维生素E 因为每天如果能够吃600毫克的维生素E 像每天吃了两颗橘子 柑橘类的水果啦 橘子啊 这一类的水果 那其他呢 其他水果像番茄 西瓜 木瓜 奇异果 凤梨 葡萄 深绿色的蔬菜 都含有这些丰富的维生素C 那维生素C啊 卵磷子啊 磷子质啊 对于细胞膜的健康 都有很重要的一些影响 那像铁啊 铁啊 钙啊 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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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对免疫力呢 有这个 它的作用呢 有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影响 关键因素 那所以我们 应该要常常的摄取这些含有含有这些铁啊 煤啊 钙啊 洗腥这些元素 像核果类 菇类 还有鱼背类 海产类 这些呢 含量都很高的 那铁在人体呢 就是可以维持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健康 那但是当铁不足的时候呢 影响免疫系统呢 会影响到免疫系统的有效运作 因为铁不足的时候 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含量就会下降 影响免疫系统有效的运作 那另外像洗啊 还有维生素E的协调 它是可以协助 协助这个 比如说可以提高四菌细胞 还有四中性白血球的活性 它呢 是可以生物体的免疫增强 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维生素C 还有锡 还有维生素E 都能够协调我们的免疫力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 包括铁也是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 所谓的乳酸菌 它是有增强免疫力的这个功效 像优肉乳 优格 泡菜 酸菜 还有纳豆 这些除了纳豆菌是属于 纳豆制品是属于纳豆菌之外 大部分其他的这些都含有乳酸菌 其他的有益菌的一些食品 都称为益生菌的 它益生菌能跟坏菌 肠道中的坏菌 做一个解抗作用 也就是说 它可以增加生物的抗菌能力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所以乳酸菌就是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因为它可以增加抵抗生物的一个抗菌能力 那另外一提就是说 绿茶中含有一些抗氧化剂也是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那绿茶中含有大量的抗氧化剂 因为它能够增强免疫力的功效 每天还要喝足够的碳水化合物啊 或者是说吃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因为碳水化合物本身呢 就是提供我们人体 百分之五十到六十percent的热量 我们都是从碳水化合物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人体主要的热能来源 也就是说免疫细胞最重要的热量来源 所以呢碳水化合物也是不可以少的 那平常要多喝一些开水来促进排毒的作用 多喝一些开水或者是运动饮料 可以维持细胞中的水分含量 可以促进身体中有毒物质的分解代谢以及排泄 那有利于身体的排毒作用 而且我们刚刚说要做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其中要提醒的就是说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 应该要养养成定期定时的一个轻度 或者是中度的运动来锻炼身体是比较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那这个锻炼身体的习惯的养成的运动呢 我们是轻度啦或是中度的运动就可以了 不需要做的太剧烈的运动 每天要确保睡眠充足 也就是说每天能确保睡眠充足的时候 就不会使自己的处在太紧张的压力下 因为焦虑紧张以及疲倦都会影响身体的压力荷尔蒙 比如说额茶分安跟糖皮质的激素 那额死的抑制身体免疫力的功能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来消除紧张焦虑 那除此之外 我们应该要避免护荷过大所产生的压力 也就是平常应该要做好情绪的管理 减少压力的产生 对于工作或者是情感 都应该要考量个人的能力 所能负担的这个程度 避免负荷过大而产生过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增加自己的负荷 因为增加工作量的负荷 或者是情感的负荷 都是一个使自己产生压力的一个问题 而且要去适当的转移发泄情绪的管道 比如说听听音乐 或者是利用运动听音乐 或者是情愫苦衷等等的方式来疏解压力 而且一般人就应该平时呢 学习避免直接反应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的那一个当下 就是要想一想 要多思考自己应该如何的回应 把这个回应呢 当做一个就是深层思考后的一个合理回应 而不是直接反应 也就是说任何事情要学习 多经过思考 想一个比较周延的一个回应方式 避免直接反应 就不会产生错误 不会产生错误 就不会产生所谓的一个负面的压力出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立题 那立题一就是一般我们常见的一个肠道原因 肠道不适合不舒服的这个原因有哪些 比如说吃了不干净的这个不卫生的食物 或者是吃了太太油腻的食物 或者是有这个太大块 没有没有细嚼慢咽 慢咽或没有细嚼慢咽 或者是没有适当的这个过 就是没有定时定量 那没有定时定量的时候 就是常常会有吃的太饱啊 或者是常常过度的饥饿啊 这些都会造成所谓不 肠道不适应的现象 那另外还有一些 老化退化器官机能退化现象 或者是先天性的一个 失调等等 器官的一个不适应症 那立题二 就是如何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 那良好的饮食习惯 比如说要建立三餐定时定量 细嚼慢咽 不要吃的太热 或者是太冷 而且不要过量 也不要过度的饥饿 那这些都是建立良好饮食习惯的方法 那立题三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对人体有哪些好处 因为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是细胞膜的一个成分之一 所以呢 可以健全我们身体的细胞膜 也就是我们上皮组织的健全啊 或者是粘膜细胞的健全 那这个上皮组织以及粘膜细胞 是我们身体的第一 第一道防疫能力的一个 就是第一道防卫能力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能够健全我们的表皮细胞 以及上皮组织粘膜细胞 那么我们就可以增加抵抗力 也就是说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像Omega3的这个脂肪酸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增强抵抗力 那增加免疫力的食物有哪些 比如说这些深绿色的蔬菜水果 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A 或者是维生素E 还有维生素C 还有β胡萝卜素等等 这些都是含有免疫 可以增强免疫力的一些蔬菜水果 包括了番茄木瓜 以及奇异果 葡萄柚 还有花椰菜 和果 鱼被类等等 这些呢 都是可以增加免疫力的 因为它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E 维生素C 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 还有 还有铁啊 钙啊 这些牛乳啊 也都是增强免疫力的一个食物 另外呢 还要特别说的 碳水化合物本身呢 就是提供热能的 所以呢 我们也要适当的摄取 足够的碳水化合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足够的摄取 足够的热量 那也就是一个 使得我们身体能够有足够的热量 可以有增加免疫力的细胞 足够的热量 好 那总结本 本个课程呢 它的一个总结跟回顾 就是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解 如何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肠道 也就是说要细胶慢咽啊 或者是说定时定量啊 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啊 而且要认识并了解 调节免疫力的一些健康食品啊 包括就是天然的蔬菜水果的摄取 还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取 那另外呢 比如说鱼肉啊 核果类啊 蔬菜水果 包括什么番茄木瓜 海产类花椰菜 都是 那并且呢 本课本课程呢 也认识 怎么减少压力的养生保健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 要有充足的睡眠 还要饮食均衡 还有就是要多运动啊 多运动 维持这个身体的健康 这些都是啊 减少压力养生保健的方法 其中呢 还要有就是适当的情绪管理 适当的输压 等等 这些方法都是减少压力的养生保健的方法 以上就是我们的一个课程内容 那么在的对方 这些测课程我们下来 14 00 00 00.01